然后我真的好想说啊 堂地改造完的造型 真的很像那个 你们知道那个 美式霸凌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位王子骨骼惊奇 应该是 低能儿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沉迷于天童和牛岛的 深刻感情至今 依旧无法自拔的实验品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部 也是几乎每次都会在留言区出现 备受敲碗好评的 芭比之珍珠公主 芭比系列在这项童话题材 发起挑战 结果到底怎样呢 好的 废话太多进入正题 今天应该是最短的 打破纪录了 远离阿姨的过度关心 芭比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和小伙伴出来玩 还顺便向观众展示了 她与生俱来的神奇能力 就是可以用念动力 操控海洋中所有的珍珠 成为珍珠美人女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力 怎么说呢 有点微妙吗 就是有点介于 有用跟没用之间 反正芭比跟她的小孩 码玩得很开心就是了 しかし 从小跟芭比相应为命的 希拉阿姨 就完全不这么觉得了 她反复警告芭比 不要在外面使用这个魔法 以便做贼心虚的样子 偷摸回家 而奸人出现的海曼 似乎也是不强的预兆 一直以来 以调配魔药为生的希拉阿姨 似乎对芭比 隐瞒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这只超恶心的海曼威胁之下 即便已经金盆起手多年 她还是毅然决然的起身前往皇宫 接下这次的任务委托 对皇宫和城镇 向往已久的芭比 这次当然也想跟 但被希拉阿姨再次打发 芭比其实也察觉到 阿姨对于这个话题的过度反应 然而一回头 就在家中发现被遗忘的邀请卡 就了这个借口 芭比和小海马跟班 偷偷的踏上了 前往王都的小小旅程 在这趟绝对不缺逃跑的冒险上 两人还认识了 IKEA小夜灯 以及面恶心善的石头鱼史派克 还帮她加了 bling bling的珍珠 三鱼就决定这样结伴同行 一起前往王都 终于来到这里的众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大城市 除了鱼类变多 就连涌速也变得很快 由于在半路怒丢的邀请卡 芭比为了躲避遇到了希拉阿姨 误打误撞进洛克斯夫人的美容院 被巫人城市新来的喜头小妹 居然就在这里开始了 一线城市的打工日常 这个美容院超酷的 看章鱼老板不慌不忙的 一次做八件事 和美人鱼的美容疗程 还是蛮有趣的哦 除了找到地方 善用自己的珍珠魔法 芭比还在这里认识的 另外两位同事 山佐和柯拉 话说这两个跟班 真的是万年不变的龙套啊 才成为初心者 短短几个小时 就凭借着珍珠美人鱼的优势 立刻成为店中的头牌造型师 还要无意间 顺便替自己的正敌堂地做造型 还顺手牵了个红线 然后我真的好想说啊 堂地改造完的造型 真的很像那个 你们知道那个 美式霸凌吗 就是那个 在信货店内商品后 洛克斯夫人带回超战的员工福利 邀请所有员工 一起去参加今晚的舞会 啊 感觉这老板人是真的很好 居然让我产生了想在一只 章鱼底下的美容院工作的冲动 众人就这样高高兴性的打扮 完成准备前去参加今晚的舞会 但殊不知 潜伏多年的危机也即将揭开序幕 国王的兄弟早就预谋创位已久 十多年前 他和我从希拉阿姨干掉了 国王唯一的亲生女儿 也就是巴比本比 而进了这次的王位传承舞会 叔叔不仅扶植了自己的儿子当王族 还再次召回了金盆起手多年的希拉阿姨 就是为了在舞会上用绝后患 才痛下狠心毒杀国王 毕竟他的儿子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位王子骨骼惊奇 应该是 低能儿 啊当然 只有我们知道 巴比其实没死 而是被偷偷养大这件事 讲到这里 巴比的身世 继承了魔法阿姨的秘密 就此揭开 在看似一片欢乐的舞会之下 暗流涌动 原本这其实也没干巴比什么屁事 但因为蛮鱼的通风报气 叔叔很敏锐地察觉了 刚刚的造型师就是真正的公主本主 为了怕计划泄漏 他抓到机会就把巴比跟海马关起来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巴比善用了自己的珍珠魔法 勾到钥匙成功逃脱 嗯 巴比领祖是真的很会用工具 虽然被卫兵追捕 但眼疾尾快的巴比 还是在关键一刻救了自己的亲生爸爸 眼看希拉阿姨就要攻出幕后主使 叔叔眼疾手更快的把阿姨推去送死 超高好的装在石头与有毒的尖刺上 就在众人绝望 巴比也因为共犯身份被卫兵追捕时 是他这一路上的同事和老板 在关键时刻两肋插刀 为巴比争取时间 最后还是自己的堂弟 运用长期累积的植物知识 帮助希拉阿姨成功解毒 这位堂弟还在众人面前大义灭亲 作证了自己爸爸的邪恶计划 也是出了一把风头 因为用了珍珠魔法 国王和皇后也终于找回自己 失散多年的女儿 但有趣的是 巴比并没有忘记希拉阿姨的养育之恩 而后建立了重组家庭 并快快乐乐的继承王权 开心回家全篇结束 不知道看完前篇的小伙伴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是觉得 巴比 在这部片中的存在感好弱啊 虽然说整体的角色和剧情 都是围绕着绅士之谜展开 但无论是角色或故事线 都蛮多的 尤其是那种只有刷脸的角色 其实剧情中还有一个王子 你们知道吗 分配给其他角色的时间变多了 至为女主巴比的存在感也就变弱了 再加上本篇其实看了出来 有一个蜗具姑娘长发公主式的背景设定 跟迪士尼的问题类似 在本篇中 巴比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像一个 从小与世隔离不按世事的女孩 迪士尼版还有稍微过渡一下 但巴比本本就完全没有 虽然你也可以解释 巴比天性乐观积极向上 但我反倒是觉得 如果添加出这个不完美的设定 然后再让她从这场冒险中 收获成长和友谊 应该会更立体一点吧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啊 除了本期的长发公主原型 上期的神秘之门 也有一个类爱丽丝梦游先进的故事框架 看得出编剧的尽心尽力 故事剧情在设定上很巧妙的 化解了原版故事的偷爆矛盾 在这集电影中呢 巴比的敌人也很罕见的变成叔叔 如果你统整一下至今为止 出现过的巴比系列反派 你会发现以女性为大宗 而其中就以守女或妇人为主 在这集中我们难得的看见 少女终于不再需要与守女为敌了 诶 那么把男性角色塑造成 女性动画电影中的反派 就是一个比较优秀 比较正确的决定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去认可一个角色 绝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正邪 而是我们透过这个角色 在他们之上看见了 什么样的特质或价值 可能是派翠西娅的义正义协 也可以是汉娜的强势野心 都让我们有了欣赏不同看法 不同角色的权利 不被主角的认同 所单方面绑架 优秀的作品 一定也有优秀的群像塑造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 出彩的巴比男反派形象 这也许是该系列 可以深挖的特点之一 然后我删刷之后 突然发现了一个bug 就是 如果叔叔一开始 就干脆不谋杀国王 就没有接下来 这些叭抗的风险了 其实他不杀国王 直接让他传位仪式 好好进行给自己的儿子 不就都没事了吗 突然在自己儿子的登记典礼上 前任国王突然中毒网声 怎么想自己都超可疑的 这逻辑也是属于细想 就不通的那种 由于该做的发行时间 是在我们上上周看的 神秘之门的前一年 所以在动画技术的进步上 还是有一定的品质保障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绝对是 从中挑拨离间的这个鰻鱼 哦天呐 这次还蛮真的 超恶心 就是因为他做得太逼真了 尤其是他们动起来的样子 还不像迪士尼的 有扭线滤镜 这种恶度 谁看谁知道 说到动画技术 就不得不提本片 在同题材上的进步 我到现在还记得 美人鱼历险记里面 就连路人鱼 都要复制贴上的 惊悚画面 但进步到 珍珠公主动画制作 就已经可以handle 复苏的路人鱼登场 还有这种等级的表演 看来让人直呼过瘾 总的来说是 剧情和技术 都有所突破的创新系列 但总感觉分量感 放在芭比系列中 并不是那么的足啊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呢 喜欢今天的这部 珍珠公主吗 在有人鱼题材的芭比系列中 你最喜欢哪部呢 也欢迎在下面 和我留言分享 也欢迎来我的IGFB 看更多酷东西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重看之后才发现 王子的海豚跟斑 好像跟芭比的海马 有一条暧昧的感情线 诶 这次总不行的吧 叔叔不仅扶植了 诶 舅舅啦 哎呀 舅舅不仅扶植了 自己的儿子当王储 叔叔 舅舅很明 诶 等一下 不是 是叔叔耶 对吧 国王的哥哥弟弟是叔叔 叔 叔叔的儿子 还叫做堂弟 噢 干